MING PAO CANADA 今天是一度大跌 但是縮盤也是跌 我昨天有跟各位先談過 費的升級三碼 對不對 這個就不用 很多人在猜是升息三碼还是四碼 我说不用猜就是三碼 因为没有必要升息四碼 为什么 因为11月会再升 12月也会再升 我讲过升息三碼它不是 货币效果不会马上出来 现在目前能够在美国里面 衍生出来的货币效果是 三月份那一次的升息 跟五月份那一次 跟六月份还有七月份 在这一次升息之前 美国已经升了九碼了 现在加上去变12碼 对不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地延效果 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说它升三碼跟四碼是一样的 因为货币效果不会马上显示出来 它现在目前在产生货币效果 是前面那几次 那接下来11月12月 这是为了以后 还要名言的第一季 对不对 现在目前货的所讲的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因为 为什么美国股市昨天会这样子呢 你今天要专心听 美国股市其实升三碼是会大涨的 因为市场已经先反应 已经先反应下跌 其实升三碼是会涨的 两点钟公布的利率 是升三碼就涨 对不对 这是涨 这是涨的 对不对 先涨 这涨起来 压下去涨起来 这很清楚 那为什么后来跌呢 因为升息之后 费德的主席他必须要讲话 就是鲍尔必须要讲话 他就很爱讲 对不对 他一定要讲个话 对于未来 他的看法跟未来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未来的动作他讲出来了 他说 他已经开始跟各位讲明了 他说到年底 我希望是4.25% 4.25%的意思就是 还要再增加1% 现在是3.25% 到年底 那就是到年底 至少还要再加4码下去 然后最终的利率到明年初 希望能够到 一步大概到4.5%了 是这样的情况 另外他也谈到说 整个景气不会软着陆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暗示升息的动作 升息从今年3月份 才开始升息这个动作太慢了 但是他也不会这样讲 因为你通膨拉得太高 那你升息的动作 之前应该是在3月以前 更早以前就要开始升息 但是他动作太慢 以至于爆开了 所以他必须要加速 一直要加速 那加速的话 就不可能让经济软着陆 他没有硬碰硬就已经不错了 你能解我意思吗 所以 因为会后的一个谈话 造成了 大家心里非常不安定 那股票市场就是反映情绪 所以又跌了 对不对 那我昨天也跟各位先讲过 我说你升息3码之后 股市会涨还是会跌 我们猜不到 我跟你讲你不用猜 你绝对猜不到 真的没有一个人猜得到 你不可能猜得到了 因为它涨上去又跌下来 涨上去又跌下来 你怎么猜得到呢 它也可以涨上去 然后一直涨 然后收盘收到最高 因为它是不确定的因素 你没有办法掌握 你要让市场去反映 那当市场反映了以后 我今天就好处理了 就很好处理 你升息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11月才要升息了 对不对 11月嘛 现在9月嘛 还要到11月初才会升息 是不是 利率会议测11月才会开了 所以我昨天就已经跟各位议测到就是 美国股市就算是又在升息之后又在跌 但是都没有关系 你不用担心这个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就是背离了 这里就已经比这里低了 何况这里又比这里还是低 就是不会破低了 你注意看 这个很准 就好像是在这里 美国在8月17号是不是 指标是不是一直过热顿化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 说这个礼拜你要卖股票 我告诉你 我都有讲 就15号16号17号18号19号 这个礼拜 是不是在顿化 在顿化 然后在19号我还告诉你说 你台积电给它卖出 因为交叉向下了 所以这一天是不是我一直叫你减码卖股票减码卖股票 不是只有台积电 不是只有台积电 包含这些股票都一样 你指标过了以后 它上去反弹波上去到 你就要先卖掉 你懂我意思吗 你要先卖掉 你看这里就知道 这里的情况跟这里是不一样 同一档股票但是位置是不一样的 台积电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的位置 跟这里的位置怎么会一样呢 这指标就不一样了嘛 好那我们回到美国 是不是很清楚 美国这里的位置跟这里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跟这里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这波反弹波上去以后到下降月线 它会压制嘛 月线扩理值扩理高值嘛 月线在这里扩理高值嘛 这里比这里大嘛 所以它这个不会转弯嘛 会往下打下来嘛 是不是会打下来 所以这个是卖点 这是卖点 那你现在跌下来以后 这是 这里就比这里大 都是一样啊 我讲NASDAQ指数跟讲SP还不是一样 是不是 一样嘛 一样的道理啦 这个也一样啊 这也同样啊 这都同样啊 这里比这里高啊 这里不用怕它跌破嘛 那一样啊 我们这个跟屁虫也一样啊 这里比这里低嘛 这里比这里高嘛 那你看台积电就知道啦 这里比这里高嘛 这里比这里低嘛 所以 我都讲肯定 我没有在模棱两可 说或许也许可能不排除 我没有那么无聊啦 我就跟你讲美国股市要大涨了 我们就是等这个时候 因为我要等它确定 你知道有个确定 因为不安定不确定的东西 一般的法人机构 它不会去做动作 它不会去猜测 一般的投资朋友才会去猜 一般的法人机构 它不会去猜 它一定等到 例如说 某一家公司的营收 营收他们也不重视 比如说获利 季报公布了 他们才会做动作 或是法人说明会之后 它才会做动作 它在之前都会观望 那一样的道理 你这华尔街这些大咖的 他们一定是观望 美国股市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他们才会做动作 那这个情绪性已经 就反映了嘛 就反映这个 就直接一个开高走低 盘中还有曾经涨 然后收盘是最低 这个是城市交易嘛 就把它打到最低 这个最好啊 因为你打的头低都没有关系 这边就不会破底啊 这个可以算出来的啊 这叫指标顿化加倍利嘛 所以美国股市 可以几乎可以说是调整结束 那按照我个人的看法 大概就是 虽然盘后的期货盘是跌啦 早上也都在跌嘛 期货盘在跌 所以台北股市 亚洲股市大家压力很大 不管是台湾韩国都一样压力很大 还是日本都一样很大 所以我们早盘也是跌了不少 那尾盘为什么会拉起来 这一定拉的啊 因为国安基金不是最大的用处 就是这个时候啊 涨的时候就不需要国安基金嘛 所以你看尾盘有一些股票 比如说随便讲啊就是 这个都是可以看到国安基金进场的 这个你看到就随便看就知道啊 这一档股票今天除钱嘛 你看到也知道啊 今天除钱 对这些都可以看到嘛 这个看到这些动作嘛 就是尾盘偷偷偷来嘛 对这个可以看到 就是大概类似啊 尤其是这一档 这个是重大群职股 它不是台积电是台达电 很多人当然现在一定会不理解说 国安基金是来刺赫而已啊 你不是说要进场 结果怎么放着它倒 其实是这样讲好了啦 它如果要硬碰硬 国安基金假设要跟你硬碰硬 它再多钱它也不够用 何况那是国家的钱 所以它的操作方法 应该是用偷洗的方式 用偷的啦 就是当 就早上会让你先卖一卖 然后它就点点点 点七七在那等 等你你没注意的时候再给你打开 都这样啦 用这一步的啦 那昨天为什么不拉 国安基金知道啊 知道美国要升息啊 你昨天拉的话 那美国它又不知道美国股市 它到底要大涨还大跌 那它昨天硬扯的话 那今天怎么办呢 今天又跌下来 它不是要扯两天 那不是要花更多钱 所以它昨天一定不会做动作啊 如果美国是大 昨天是大涨 今天国安基金会不会动作 当然就不用做动作啦 就喝茶聊天就好了 不是喝茶聊天啦 他们是有做事的 他们是做官的嘛 公务员怎么可以 上班时间不能喝茶聊天嘛 对不对 我只是比喻啦 所以他们今天就有用处了啊 你看今天 也是靠国安基金的帮忙 所以才会没有跌这么多嘛 是不是 但是这意思意思嘛 但是就算国安基金没有帮忙 也没关系啦 收到最低都没关系啦 收到最低这里也不会破低啦 我跟你讲 就是不会破啦 美国这里就不会破啦 所以为什么我要先跟各位讲这个 因为我先跟你讲这个 你才会知道说 我们这个盘要怎么看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是不是 因为这个行情是空投市场 那你如果说今天好了 如果你空投市场 我们做的股票 我们手上我们做的股票 假设也是空投市场 那就是在操作 就是要操作一个反弹波而已 反弹波还是空投啊 那除非是你去逆市大盘 逆市大盘去做那个多头市场的股票 那多头市场的股票在哪里 观光股啊 长龙行 阳明行啊 不是 长龙行跟华行啊 如果是你做这个问题 又听消息民做 还有时候去买的观点啊 这大家都知道要解锋的事情了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都知道啊 这条就是在反映啊 这反映这个预期效果 等到真的是要宣布说 什么时候要开始要解 要开放国境 那就利多出境了 还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一样那些观光股 饭店股也是一样啊 它虽然没有像今天长龙行 华行这样子跌这么多 但是那个一样是利多出境啊 但是那种股票是做短线 做day trade 我没有意见 那是强势股啊 那真的是强势股 跟大盘是不一样的哦 或是有一些生计股啊 也是一样啊 不是只有生计股 部分的生计股 还有这些航运股也不是全部啊 那还有一些串通财源股 还是一些电子科技股也都有啊 那很容易啊 什么叫多头 你至少 月线季线要往上走吧 我们称才能称为多头市场嘛 对不对 那这大盘子看头看阴啊 看头看阴啊 看头看阴啊 都往下走啊 这就是空头啊 大盘子是短空加中空加长空 月线往下 近线往下 连线往下 大盘子空头啊 这边的经线大盘子没有人知道啊 但是空头市场不是每天落下 不是说这样空头每天落 每天落 不是这样 他也是在翻断了 翻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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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这样啊 他有翻断了又落 翻断了又落 翻断了又落 然后说这个地方不能够确定为底部啊 我是说短时间不会跌破啊 因为美国没有跌破啊 但是在往下拉时间往下拉 拉到了年底第四季 或是明年初 完全没有办法把握 你完全不能够保证一三九二八是底哦 你达到的意思 因为康陶市场啊 你要等它修正结束以后 开始各种均线一直扭转 一直扭转一直扭转 才会变成一个多方式啊 多头市场啊 这就是基础面嘛 这跟基础面什么关系 我等一下 下节目回来的时候我会谈到 就是我在Telegram昨天跟各位谈到了 我说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 你必须要买最强势的股票 那强势的股票就是 你必须有时候要追高 那不得没有办法 没有这样做也不行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不想要这样做 你手上握有一些 你认为很不错的股票 或者是你认为这股票 跌得蛮多的蛮委屈的 而且你真的还认为不错 可是我们不能认为说 它因为基础面很好 我们就随随便面去低阶股票来套牢 也不是 我们一定要从技术面这个地方去看 所以我昨天在TG里面讲到说 你要注意的是 航运股 航运股当然包含了航空股 货贵轮都是航运股 那你还要注意到什么 ABF载版这三档 还有就是IC设计股的一些股票 对不对 我昨天是不是在TG里面讲到 那我会拿什么股票来做一个例子 我会拿第一档就是拿资源 大家很关心 IC设计股的资源 那另外就是ABF载版 我这个是拿新兴来跟各位解释 那运输类股当然就是 昌龙阳明这些股票 了解我意思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这边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回到这边线 IP股有6档 我跟各位讲过 最麻烦就是资源 那因为它价格也最低 所以投资朋友大部分也都是 喜欢买这档股票 那为什么最近一直跌 我跟各位讲 有时候我在讲 一个描述下去都是要讲非常久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重点 你不用担心投信在卖 因为投信它们是ETF的调整 ETF的调整 ETF常常这样调整 有时间以后再讲 它不是只有卖资源 它很多的股票甚至钢铁股 或是其他的一些股票 NB股票它也在调整 就是它会一直买什么股票 我用最简单的就好了 它一直买的中钢 一直卖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懂我意思吗 或者是一直卖这个 它梦名顺要一直卖文业 那你说为什么卖 没有为什么就调整 它为什么一直买阳明 它不是看好阳明 我不是因为投信买阳明 我现在才跟你讲说 这个股票可以买的 我绝对不会看这个 像这个都会调整 看这个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连续性的买了五六天 就表示它不是真正在买 它是因为ETF的调整 那一样它是一样 它就是调整 它就是ETF调整 不然你想想看 有一个重点 六档IP股里面 这档是IP股 这档是IP股 这档也是IP股 就是细致财股的股票 这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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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这档被卖而已 投信是不是认为资源很烂 有意见 不是 就是调整 第一个你要先记起来 今天投信还是卖了1800张的资源 但是我认为它会大涨 因为它调整结束 它就必须要回补 但是为什么你看 它不是说它卖 它卖股票 它卖超它就会跌 不是这样 也不是说它买超它就会涨 你从阳明来看就知道 是假的 它这个是 它这个在 它没有在用追的 它是要布局 ETF前置要加上来 所以它就是慢慢买 它就是慢慢卖 为什么会跌下来 就是因为 一般的散户看到投信在卖 它就跟着卖 或者是当充贸客看到它跌 它就跟着奇迹 就放空 当充的 就今天就踢到铁板了 今天看的6 会先把它扛下去 刚才会拉起来 所以我先讲这档股票 我这边赚了30% 这边赚了30% 这超过三成 我这边亏损一次停损 我们停损 停损我已经讲过 停损都是设定在5%到10% 但是我们这一笔没有输到 停损的时候没有输到10% 超过5% 我不能说我每一次都做对 但是我说我最重是停损 不对我就走了 我不要被套牢 我用字眼来跟你讲就好了 就是我的操作就是这样做 我这边赚了30% 这边赚了30% 我这里跌破 这根是开高走低 破线破价 停损 停损以后我再买回来 我说压下来我再来买 我这边可以省掉了 少赔十几块 少赔十几块就是赢 我把成本降低了十几块 虽然是小赔 但是我不要让它变成赔更多 这是停损的好处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档股票 现在目前的位置 我们新买的单子 我们是赚钱的 你懂我意思吗 我用资源来跟各位讲 就是我这边都有讲到 那我除了看好资源以外 我不是点名三档 IC设计股它基息最低 最有可能反弹的就是 还有这档 这档就还技术面是最 还算不错的 那另外还有这档 也是压下来买 瑞玉 网通IC股 做以太网路的 我也没有全部的IC设计股都点名 因为太多了 IC设计股一百多档 那一样的道理我要讲到 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窄板 窄板一样我用一档奖就好 其他两档就是一样 赶快 赶快 投信赶快再调整 这是成分股调整 但是我已经讲过 你要利用反弹的时候卖 反弹的时候卖 这个地方就是压下来买的 那压下来买当然我不可能说 跟你讲说一定会买到最低点 但是一百三十块以下都是买点的 一百三十块以下都是买点的 就是新兴 因为前面讲了太多的国际股市了 所以长龙 阳明也没那么多时间讲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这些股票 讲阳明就是讲长龙 万海 如果你有这些股票 你这个指标 你注意看阳明就好 它产生背离 所以阳明买点到 你看我很久都没有在讲韓文股 就是因为它持续在下跌 我跟你讲也没有用 为什么它就在下跌 它就是一个跌式 但是它一个跌式趋缓 KD值开始准备要交叉或是钝化 或是指标背离 我就开始跟你讲 所以你看看我为什么 在这两天开始跟你讲 阳明长龙 或者是我一直跟你讲 我这两天跟你讲 ABF载版 因为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也是投资朋友最多的 你有套劳这些股票你找我 我会带你解套 我现在不是在表演 跟钱老师一样在表演长庭班 他们买了100档 每天都玩长庭班 那没有用 你来找我的时候 我建议你不要再拿钱 任何资金 不要再拿来股票市场 今年是空投市场 你的股票就可以换现金了 等到反弹的时候 我带你把它卖掉 我通知你卖出 做价差操作 那时候就可以把股票 先换成钞票 就是你不用再拿资金 来参加会员 也不用再来参加股票市场操作 你现在目前所套劳的这些股票 以后就是可以换钱 你懂我意思吗 交的好友Telegram193008 有这个 我再讲一遍 有航运股的 有ABF载版这些股票 或者是有一些跌幅 比较大的这些IC设计股 你可以打电话到公司 来做一个询问 那我们有一个专案 你可利用这个专案 参加报名参加会员 我们操作价差操作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